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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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事实上是属于小孩的资产 这个中间差别我一定要 要跟我们华人社区讲得非常清楚 钱放哪里是牵涉非常大 如果你有529是10万块 如果呢你把它写在说是属于小孩子的资产 你有三分之一 也就是三万三要拿出来给小孩子读书 如果呢是属于父母的资产的话 你就是contribute 5.6也就是5600 只有5600 是所以呢 从2009年新的法律改变了 所以529从2009年之后 就是属于父母的资产 所以请我们华人社区的父母注意 529是属于我们这个父母的资产 父母亲的资产 所以在也就是说在申请奖学金的时候 它是会被算在你的父母亲的资产里面 也就是说它多少会影响到一点点 一点点对不对 但是很多华人家讲不知道 他们算在小孩子的 对对对 可是这样这样就厘清了 OK是会是算在父母头上的 是 所以好吧既然讲到这个 我们大家厘清一些问题 提到一些这个疑惑 那关于这个申请这个大学奖学金 有哪些是很常见的一些这种误解 或者是迷思呢 我觉得最大的误解就是 如果你不qualify UC 你还去申请UC Go to that school 那你每年现在UC要付3万块 UC其实不比私立学校便宜 现在有时候 但是如果你申请到金鼎的private school Princeton Stanford 他给你四五万一年 那你有可能付几千块而已 你去UC Berkeley有可能要付3万 那哪个不要划算 而且你讲到我的母校 Berkeley不错啦 不过我懂你的意思 就是说你硬着头皮要去申请UC 你要缴这么多的钱 你不如还有申请这个私立学校的这个机会 然后他给你补助 你只要付这百分之多少的这个学费 但是你同样得到高等的教育 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还有一个例子呢 我一定要跟华人父母讲的 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 就是说我们有个客人呢 他有四个小孩 前面他的income就是10万 所以他的这个这个 call grant就不qualify 他前面三个小孩还是去念UC 所以你看他这样第四个小孩 他已经开始受不了了 他想要送他去私立学校 可是前面三个小孩 他花的钱已经将近是50万 所以有时候呢 真的要考虑就是说想 UC听起来好像是公立学校 想这个挤破头要进去 但是呢没想到有时候呢 你用这个申请私立学校 还可以得到这个奖学金的补助 反而更好对于这个父母亲来说 可以减轻更多的负担 那非常感谢两位律师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为我们解答了很多的疑问 非常谢谢您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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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